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官煞混杂 很多人一看到官煞混杂就非常的害怕 其实官煞混杂并不可怕 官煞混杂 他很容易会造成跟官相关的问题 但是他有两个先决条件 只要这两个有换到了他才会 否则的话其实基本上都不会 第一个就是他是日主授克 日主授克所有的运势都会停滞掉 尤其跟官运的部分会更严重 因为是变成是非官妃来找自己 第二个就是在没有日主授克的情况下 因为透过五行流通 结果多变少 这样的情况 他的官运也会是不好的一个情况 而古书里面常常讲的去煞流官 他会变好的 前提条件是因为这个八字本身是 日主授克的条件下 否则 在正常的情况下 在五行派的观念是越多越好 但是为什么他反而要去煞流官 先决条件就是因为日主受伤 他才必须要这样做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